哈囉 各位好 我吉祖專業 歡迎收看吉祖專業DIY教學 開始之前 在下面按讚 訂閱 留言 加分享 記得開啟小鈴鐺 來 這個 這是我行車記錄器SJ4000 那你看喔 它就是我最近起車它都會這樣 欸不對 它是頭會這樣子滑下來 滑動 主要是這邊 快出去了 我智障是不是 你放在看影片 欸這個 主要是這邊的摩擦力不夠啦 好 這已經鎖到最緊了 還是一樣 那我們就先把它拆下來 先把我們的電源先拔掉 邊充邊路線 好 這個 轉下來 轉下來之後 來 歡迎台行車結束器 太硬了吧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沒有必要收看我們的節目 好 接著剩這個地方 那我們要做處理一下 來 好 那我們場景換到這邊 我們先把這個洞啊 塞起來 稍微用布擋著 在這邊噴那個煞青劑 把它一些屑屑啊 油脂噴掉 好 之後這邊擦乾淨 好 那主要就是說這邊的摩擦力不太夠啊 好 所以說我們這邊就是拿 準備好一個沙子 好 開始 磨 好 它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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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,稍微磨完之後,一樣再噴 把那些髒東西噴掉 好,現在我摸起來就是有點粗糙面了 好,那我們接著去裝裝看,看是不是真的比較強 我們這邊也噴一下 好,有風槍就吹一吹 好,要接上來 上來就覺得... 有感覺囉 我們把他鎖緊 喔 完全 變成到下面在動了有沒有 那這樣就是我要的效果啦 OK 好 那以上就是為各位介紹這個SJ4000 配合我們這個配件 那他 有時候會這樣造成這種滑動 要怎麼解決 那我們就是 把它拿下來 噴灑清機 把上面髒東西先噴掉 油也噴掉 那接著拿砂紙磨 稍微磨一磨之後 再沖一次 再噴一次 把髒東西充掉 那放乾之後 那這邊接合面也是啦 就是把它噴一噴 就可以把它鎖起來了 那 也順利就是把我們這個 已經養尾的這個 型的記錄器好了 修好 訂閱了沒 還沒 那些點贊 留言 訂閱 記得有什麼 開啟小鈴鐺 掰掰